一转眼,长达8天的国庆假期已经结束 而国内市场开盘在即,也有一些信息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港股方面 港股市场,已经正常交易了3天 10月6日,港股高开之后,大幅走高 尽管随后涨幅有所收窄 但为期两天的回升,使得市场信心,也在逐步恢复 其中,地产银行板块轮番拉升 带动了恒生指数,一度大涨3% 而地产股的集体活跃,主要是由于 融创债务重组获批的利好带动 10月5日晚间,融创中国公告称 香港法院当日召开聆讯,批准了公司提出的境外债务重组计划 这意味着,在债务解决方面,融创已经跨过了重要的一关 可能有人会问,融创的境外债重组计划 怎么还要香港批准 这是因为,融创恒大碧桂园等房企 采取的都是离岸股权架构 他们的公司注册地在海外 通过海外的壳公司,借了很多的境外债 但他们的实体业务又在国内 所以搭建离岸架构的过程中 常常需要用到香港公司 在香港注册公司,可以方便地进行股权结构设计 进而实现公司的控制合并与收购 为什么房企最先重组的,都是境外债呢? 这是因为境外债的结构,相对简单 不像境内债,有供应商银行欠款 还有业主的预付款,还要保交楼 债务成分十分复杂,处置起来也就非常不容易 而境外债就比较简单了 主要就是结构欠款 很多海外金融公司,购买了融创发行的美元债 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国内的公司 跑到香港购买房企美元债 以追求更好的收益率 根据融创此前发布的公告 融创这次海外债的重组计划 以99.75%的超高赞成率,获得了通过 为什么债主们的认可度这么高呢?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时控人孙宏斌的无限责任担保 如果融创倒闭,孙宏斌本人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债务还不上,孙宏斌的资产也会被清空 而在具体操作上,并没什么新鲜的 就是债转股,以此减轻融创的债务压力 但孙宏斌自己,其实也是融创的大债主 这一次调整之后,孙宏斌就和其他债权人坐在了同一条船上 而且债转股增多后,会稀释孙宏斌对融创的持股比例 2022年底,孙宏斌的持股比例是38.75% 方案通过后,孙宏斌的持股将会跌到30%的危险边缘 或许会失去时控人的地位 这也是孙宏斌为了救融创,做出的另一个让步 而这笔境外债,一共97.54亿美元,其中27.5亿美元,是强制债转股 还有10亿美元可转债,按13.5港元转为了融创服务的股权 大折后,为7.78亿美元 可以看到,仅债转股,就帮融创减轻了45亿美元的债务 折合人民币,超过328亿 当然,融创能够成功重组的核心关键,还是因为手握优质资产 融创1.3亿平米的土地储备里,一二线城市的总占比,有66% 也就是说,当下它在一二线城市的土储量,近8500万平方 虽然四个一线城市,占比只有4% 但绝对值仍有,459.39万平方 单单上海,就有约140万平方 而融创在上海的资产多集中于,老城中央核心地段 即便用10万单价来做保守估计,获值仍有1400亿 资本市场的嗅觉,一直都很灵敏 一二线城市的核心资产,哪怕短期内,无法进行正常的开发和销售 但价值仍然存在,关键时刻还是能变现的 不过,融创境外债重组成功,也只是第一步 只为融创赢得了,很短暂的喘息时间 接下来,以及未来几年的时间里,融创都将始终走在化解债务的路上 而融创最终能否闯过这个难关,仍需要时间验证 另一边,我们再来看,国庆的出行消费数据 经文旅部数据中心测算 中秋国庆节假期8天,国内旅游出游人数8.26亿人次 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71.3% 同样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增长4.1%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534.3亿,同比增长129.5%,较2019年增长1.5% 很明显,数据表现并不好 如果把时间往前看,疫情前国内的假期数据,每年增长都是很强劲的 基本都在,7%至8%,尤其是旅游收入,增长很快 而2023年的旅游收入直到现在,仍与2019年差不多 说明国内的消费水平,停滞在了4年之前,甚至还略有倒退 再是观影方面,2023年国庆票房,刚突破28亿 同比增长82.7%,去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强干扰 国庆只有15亿的票房,而2021年则有42亿 2020年39.55亿,2019年43.57亿 所以今年国庆票房,虽然比去年有余 但实际表现,仍是一塌糊涂 可是,仅凭这一点,也不能直接就说 国内消费就完蛋了 毕竟票房好不好,首当其冲还是要看电影质量 而今年国庆档,质量确实很一般 所以票房好坏,很难直接体现 目前内需消费的问题 再是地产方面,9月地产销售 整月环比回升,而同比仍低位运行 新房与二手房,也依旧分化 9月30成口径,新建商品房销售 同比为负24.4%,仍处低位 受认房不认带政策影响 二手房成交显著好转 9月13成口径,二手房成交面积 同比转正至17.9% 而克尔瑞口径,9月百强房企业绩同比 为负29.2%,仍是近五年最低值 从趋势上看,进入9月下旬后 新房及二手房成交同比数据 均开始回落,市场逐渐降温 而地产销售,在长假期间的表现 也并不突出,看得比买得多,挂牌得比成交得多 金酒银食,仍上待检验 再来看外部环境 最近一个标志性事件是 美国第三号人物,众议长麦卡锡被投票罢免 而麦卡锡的被罢免,很可能预示着 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发生 目前美国执政的是民主党,也掌控着参议院 而在野的共和党则掌控着众议院 拥有221个席位 与民主党拥有的212个席位相比 只占据微弱优势 而麦卡锡属于共和党 却被认为是几十年来最弱势的众议长 特别是在这一轮联邦政府拨款问题上 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 麦卡锡太过软弱,居然向民主党妥协 让联邦政府避免了停摆 这是哥伯肘往外拐 于是极右共和党议员首先发难 带头罢免了自己的众议长 这很可能意味着麦卡锡下台后 共和党将变得更为强硬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 美国联邦政府的停摆关门 就会成为大概率事件 此前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 就已经警告 如果美国政府关门 他们会下调美国政府信用的评级 目前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中 会与标普早已把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下调 而现在穆迪又发出了警告 信用评级的下调 会降低全球投资者增持美国国债的欲望 引发美国国债下跌 甚至引发一轮金融冲击 那么美国政府真会因为拨款争执而关门吗 首先一个事实是 美国政府被迫关门 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根据统计 从1976年至今 美国政府已经关门过21次了 例如 里根执政的8年里 美国联邦政府就曾关门8次 平均每年一次 川普执政期间 联邦政府曾在一年内关门3次 最长一次 长达35天 而美国历史上 联邦政府的关门 都跟预算拨款 国债上限等问题有关 有时候矛盾出现在两党之间 有时候出现在总统和国会之间 大家互不相让 矛盾争执不休 政府因此而关门 不过 关门的 只是非紧急部门 比如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 交通财政 农业商务部等等 国家机器的核心部分 并不会因此停摆 关门也只涉及中央政府 并不涉及地方政府 停摆部门的公务员 会修无薪假 只留个别人值班 将来预算案通过之后 拖欠的工资一般都会补发 在美国 联邦政府关门 已经成为党争的保留节目 是反对党 用来向选民展示自己的秀场 但这种僵持 一般不会维持太久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太耿直的话 最终会伤及自身 引发民意反噬 当然 美国政府关门 依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比如一些公共服务推迟 或者效率下降 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 比如零售数据 新房销售数据 将延期发布 美联储获得的经济数据不足 货币政策可能一反市场预期 还有食品药品的常规监管暂停 美政监会无法批准新股上市等等 一般来说 美政府关门 会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 其实就是 国债价格下跌 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兴趣下降 这将带来一系列冲击 影响全球债券市场 甚至可能波及到中国 美政府关门 还可能导致 避险资产的价格上涨 比如黄金 至于对美元汇率 以及股市的影响 则没有太明显的规律 要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 以及通胀率等问题来判断 比如 最近美元汇率 就非常强势 美元指数一度飙升到了 107点以上 对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等主要币种 也不断升值 美政府关门 则可能会弱化这一势头 当然 最多也只是弱化而已 美元强势与否 还是得看美联储 由于最近美国通胀出现了反弹 市场预期美联储 可能还会有两到三次加息 而最近联储官员也多次暗示 利率会在高位停留较长时间 这意味着 2024年底之前 美元很难降息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美元最近走得比较强 以至于黄金石油等 近期都是下跌的 而接下来 国内资本市场的走势 一定会先补趋势 补的就是 在国庆假期这七八天里 出现的新变化 百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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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